放学回家 趁大人还没回来 我们就直接开电脑玩 是铁拳门的声音 我刚偷玩电脑 有没有偷玩电脑啊 爸爸用手摸电脑一摸到近点 经过我们奇闻意识小组 英国分布权威意识 医师发现 全世界有70%的人 在童年时幻游 也就是 儿童看到电脑就无法控制自己 正后群 不要瞎背好吗 而我就是患者之一 但这个正后群 对每个人产生的后果都不同 阿里依 我的童年 还记得小学时 我跟表哥接触到了爸爸搬回来的电脑 就被完全吸引住 对电脑的好奇心 与求知遗忘 已经占据了我们整个脑袋 不是瞧出一望 你们只是想玩游戏 没错 那时候表哥发现了一个游戏 叫小朋友起打叫 是那时小学时风靡的打斗游戏 用一个键盘就能最多四人玩 是当时要在小学界有基本聊天地位 必须玩的 哈扣游戏 因此那时表哥成功下载游戏后 我们一回家 就直接开打 方向空 但好景不长 只维持了两天 又被家长发现 爸爸订定了规矩 每天只能打20分钟 而且要写完功课才能打 但那时对电脑的知识 有极大求知欲望的我们 怎么受得了呢 你们只是想玩游戏 我爸妈下班到家是7点 我爸也是 我妈会煮饭煮到7点 也就是说我们一回家 应该抓紧时间 先玩电脑 反正大人不知道 然后我们写完功课 又可以玩20分钟 超爽的 没错 于是我们之后放学回家 趁大人还没回来 我们就直接开电脑玩 但这份荣景只维持了两天 是铁卷门的声音 我刚刚关电脑 我们瞬间按关机关电脑 有没有偷玩电脑啊 爸爸用手摸电脑荧幕摸到近点 发现我们偷打电脑 爸爸跟表哥的妈妈直接开扁 而家中的电脑也都被锁上密码 从此不再对我们开放 让我们非常之痛苦 也因为无处发现 于是我把歪脑筋 动到了学校的电脑课上 全班支持 因为在家中被禁止玩游戏 因此每个礼拜的电脑课 就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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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上课都趁空档时间 把游戏下载 然后一有空档 就偷开游戏完 在一趟Flash动画课时 好以上到这 大家试试看 我现在把萤幕切文器给大家看 大家尝试看看 彤彤老师一个一个会切过去 看成果 有问题 马上举手 于是 老师把萤幕还给大家 而可能是我对Flash动画天赋异比 一瞬间就完成了老师的操作 我就开始偷玩游戏 哈哈哈哈哈哈 玩的是当时最火红的 神隐无踪 料天地 不管是动作还是画面 在当时 可称为是学生界的 3A级大作 又在我玩的正起劲时 我一转头 我发现我左边的同学也开始玩了 而且还跟我玩一样的游戏 神隐无踪 料天地 诶 你也知道这个游戏 这超好玩的 你破蛋啊 诶 跟我一样诶 但同学不说话 微笑看着我 那时教室异常的安静 然后我往右看 诶 我右边同学也在玩 神隐无踪 料天地 诶 你也在玩神隐无踪 料天地 诶 我突然发现 整排同学的电脑 都在玩神隐无踪 料天地 诶 真的 这全班 全班电脑萤幕都跟我一样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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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老师发现我在玩游戏后 直接把我的荧幕 投放给全班 全班看我玩游戏 玩了五分钟 这件事 让我成为全班的笑柄 直接被笑了一个月 儿童看到电脑 就无法控制自己 正后期 带给我这个可怕的 童年音译 一直跟着我 直到现在 而在我讲述这段故事 给身边的人听时 我发现大家 屈然都是 儿童看到电脑 就无法控制自己 正后期的受害者 也跟我分享了他们的经历 当然不是所有人的 儿童看到电脑 就无法控制自己 正后期 都带来负面效果 以下是 助手小叔的故事 正面暗影 助手小叔的童年 助手小叔与姐姐大叔 都是 儿童看到电脑 就无法控制自己 正后群患者 他们不只对电脑感兴趣 也对电视感兴趣 电视电脑都在家里的二楼 但电视在爸妈的房间 所以每天放学回家 小叔与大叔 就到爸妈房间偷看电视 一听到爸妈走楼梯上楼的声音 大叔跟小叔 就会直接开跑 够速跑回自己房间 如果发现只是听错 再跑回去继续看 哀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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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小叔就會假裝在外面讀書 假裝姐姐恨壞 而因為擅長遮返跑的小叔與大叔 讓媽媽總是抓不到證據 後來媽媽想到一招殺手劍 就是派幼小的弟弟小小叔來當偵察兵 因為小小叔太小走路都沒聲音 所以兩姐妹都聽不到 小小叔會躲在樓梯旁偷偷看 看到兩個姐姐在玩電腦看電視的話 就會笑咪咪的 而大叔與小叔就會進行賄賂 給小小叔糖果 然後小小叔就下樓了 兩秒後 小小叔下樓直接跟媽媽講姐姐們在玩電腦 而大叔的主要興趣在於電腦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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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哈哈,哈哈,好聪明哦,很聪明咩,你很聪明,好聪明 而因为姐妹多年来,每天的折帆跑训练 两姐妹的提示能训练,折帆跑在校都屡创夹击 双双获得全班第一名 这就是,儿童看到电视就无法控制自己正后群 带来的正面效果案例